在有请出这位幸福心愿持有人之前 我们先来看到一段有关于他的短片 人称亚洲神童的小布丁 凭借自己特殊的身材 已参演了多部电视剧的拍摄 并且将人物刻画得唯妙唯笑 他乐观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让他勇于追求自己的梦想 不断扩展自己生命的宽度和厚度 掌声有请出这位幸福心愿持有人 小布丁 董老师好 你好 来 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叫小布丁 身高1米2 体重100斤 来自重庆 介绍完毕 掌声鼓励 你是生长迟缓还是停止了 是小时候听我爸妈说 我七八岁的时候 跟同龄的孩子有一点点身高差距 然后呢 就觉得孩子嘛 掌声哥是那么几年 就暂时没管他 等到十多岁的时候 发现那个身高差越来越高了 那你现在是单身是吗 我结婚了 有几个孩子 三个 来 我们来看看他这三个孩子 来 掌声有请 我们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这是妻子是吧 对 大家好 我是小布丁的老婆 我今年29岁 我来自重庆 我身高1米62 老大 老大介绍一下自己 今年13岁 是小布丁的倒儿子 你老大 那是老二啊 老二比老大高那么好 来 老二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叫张表 我今年11岁 我是小布丁的二女儿 老三 老三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是张成 我今年四岁半 我是小布丁的小儿子 你们家超生了吧 三胎还没放开呢 是不是超生了 因为这老大老二 是我跟以前前妻生的 然后感情不合嘛 离了坏 老大老二是上一段回事 对 这个小儿子 是我跟我现在老婆生的 我们说一下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12年 我在广安去演出 然后我是唱歌的嘛 他是跳舞的 然后我们就一起演出认识了 当时就当多一个朋友 多条路嘛 从来没有想过 就是说想跟他朋友 没有过那样的非分之想 想都没想过 因为那个是我出于离婚状态 我什么都没有 我还带两个孩子 所以说虽然工作中 我还是比较自信 但是生活中 因为深刻原因 在感情方面特别的自卑 所以出于这一点 我想都不敢想 但是平时聊天 聊着聊着 之前都是我找他聊 然后聊了几个月之后 他有一天突然 他找我聊了 他问我在干什么 我就心里很激动 然后我就 激动啥 我就很高兴啊 人家又没想说 又没说要干什么 但是我就在 反正就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高兴 然后我就在想 是不是我们有那种 依赖了 一种感情了 然后这样就一来二去 慢慢慢慢就有感情了 你家人反对吗 反对 我老家也是那个 四川打州的 然后当时我跟我妈妈说了 我们两个 我想跟他两个谈恋爱 然后我妈妈说 他怎么样嘛 当时他也不知道他的身高 我就说他个子不高 他想 当时我妈妈想的是 个子不高 可能跟我差不多 或者比我矮一点点 结果呢 没想到是 这么 秀真心 对对对 爸爸妈妈都反对 他说你们走在路上的话 人家都会指指点点 会吗 会指指点点吗 会啊 有啊 关键还有一点 就是父母反对的原因 除了因为身高的原因 可能还有他结过一段 还带着俩孩子 那肯定这也反对嘛 对啊 对对对 对吧 但是我相信 他肯定会很讨丈母娘 欢欣欣的人 你是不是很有这种手段 第一次去他们家 我就说 我说这样吧 阿姨 你就给我一段时间 你来考验我 发现我可以成年的女婿 我们可以跟女儿 可以谈朋友的时候 你就跟我们说 然后因为我们也是 两地分居嘛 我在重庆 她在广安 我说如果你不同意 我们是绝对不会在一起的 还是做朋友 她说这样可以 这聪明啊 尊重她的意见 我问问老大老二吧 这妈妈对你们俩好不好 很好 就是在有一次 我们在老家的时候 我们老家是农村没有 医院 然后在半夜的时候 我发烧淘宝送到医院去 把你送到医院去 是吧 对 你们俩就永远都这么好 没吵过架 没闹过什么离婚之类的 有吗 有 有 有 因为什么事 就是把她怀上 怀她的时候 两个多月吧 她因为第一次怀孕嘛 然后认诚反应比较大 然后呢 我就每天上班 天天她就靠睡觉 吃什么吐什么 睡一点精神都没有 她说 那要不我回我娘家吧 我说这样也好啊 毕竟自己的父母嘛 也方便一点 好 因为我这个人平时比较大大咧咧的 我想在自己爸爸妈妈身边嘛 就不用我过多的操心嘛 我就天天只管上班 我觉得男人嘛 就应该这样子 找钱嘛 说白了 赚钱嘛 然后其他的事我就没管 然后突然有一天 他就给我打个电话 他说 我们离婚吧 就就把我吓傻了 因为我又没吵架啊 什么都没有 就把我真的有点吓着了 因为我又是离过婚的人 我就害怕这种事情发生 然后我都不知道头绪了 然后我问他 我说什么原因 如果现在这种生活 不是你想要的 你就跟我说 你想过什么样的日子 如果我能满足你 那么我们就在一起 不能满足你 这个感情我从来不强求 但是你一定要考虑好 不要意识这几天不开心 说离就离了 后面又后悔了 我说这样大家都伤感情 我给你考虑好 然后 那是因为你的情伤太低了 对 其实你是想诉求什么 我想他多关心 关心我多陪陪我 他刚才那两句话说的 非常的精妙 他大概的意思是指 我爱你 我就想要照顾你 包容你 但是同样因为我爱你 你想走我也给你自由 他就这两句话嘛 这样的话就很说到你心里面去了嘛 我爱你